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1月4日 祖祭克迪在旺 周四凌晨 一甲新一轮激战术场 其中祖云达斯将做客挑战克雷莫娜 克雷莫娜是经济升班马 目前积分只有个位数 克雷莫娜精帐即使坐拥主场之力也不宜高估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克雷莫娜指示上记忆以亚军 经济升班之后明显无法适应顶级联赛的节奏 在15轮一甲过后 他们仅拿到7个积分 而且还是整个联赛之中唯一一支尚未赢球的队伍 其实力之若可想而知 攻击力不足严重影响到克雷莫娜的战机 他们赛季至今军场只有073球入仗 不少场次均十百果 反观球队军场失球数却高达173球 入球数只是失球数的零头 其攻守发挥明显失衡 由于近期在球会友谊赛中面对一甲队伍的表现糟糕 克雷莫娜此番确实难有作为 阵容方面 中场基斯殿艾斯拿等人应伤眷情 过去两个赛季的一甲冠军 祖季均无力角逐 时间来到经济 他们经过两年的恢复 找回了昔日一甲斑霸的风采 15轮一甲战霸 祖记录得9剩4和2负的夹击 他们与AC米兰一起紧追领头杨拿玻璃 球队未来具备争冠资格 阵中三名攻击首度新华和域 阿卡迪奥斯米利与摩斯坚恩在经济联赛入球数军达到4球或以上 而阿卡迪奥斯米利与摩斯坚恩此一将组成风险双煞 从去年10月中旬开始 祖记已经保持在联赛中连胜6场的势头 全队上下士气震胜 祖记本轮徽军一定可以凯旋而归 阵容方面 前锋杜兴华和域与中场保罗普巴等人无法出战 感谢你的收听 谨记关注我们的频道 还要点赞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